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我们家乡的美食 那这个美食的名字呢 有点怪怪的 我问了我妈 我妈妈告诉我说 这个名字叫拉里森 然后我查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好像没有这个名字 先不管这个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呢 就是凉拌莴笋 这是不一样的凉拌莴笋 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好吧 可能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 对 那接下来我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个食材 还有佐料 还有调味料都有些什么 好的 那如大家所见 今天的所有佐料配菜都在做的上面了 那首先就是粉丝 已经把它稍微焯过水了 就熟了 再来就是番茄酱 再来就是窩笋丝 乌笋丝 胡萝卜丝 就这样 再来就是木耳丝 好 再来就是辣椒油 等下要调那个 要调那个什么酸辣酱的 对 这是辣椒油 那再来就是这个香菜 对 也是一样到时候要调的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酸饺汁 酸饺 调整的汁 好 那调个料有四个 盐 白糖 酱油 对 就这四个其他的就不需要放了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做 这些小词 都没有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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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的 那我们的凉拌窝笋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到了开吃的时间 好 那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 很大一盘我就不抬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到吃的时间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刚刚尝了那个蘸酱是可以的 尝了两次才尝出来那个味道 刚开始以为是那个酸不够 好 你看 哇 这个看来还是蛮实意的 来尝一尝一下 嗯 酸辣 粉丝木耳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莴笋都是香脆香脆的 非常可以 哇 这个非常可以 哇 这个辣度太爽了 这个辣的 有那个味道 那这道菜 另外在家一般都是用来请客啊 或者是你家做喜事啊 都会做的一道菜 对 或者是就特别适合夏天吃的 凉拌 就特别清爽 哇 这个可以 嗯 虽然没有妈妈做的好吃 但是味道已经可以了 非常的棒 好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道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去做一下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我会坚持每天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 好的 那如果你还想看我更多新的作品的话 那你订阅后请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分享视频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也会把今天的所有食材 调味料都会写在下方的说明上 对 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下面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拜拜 沙瓦地坎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